35. 北京神報 唐人街探望 泰國亦拍王寶強收封情書調火牙 2015年7月13日升現場 司令八陽連結王寶強潘月明在片場對戲頻頻笑場 繼太景之後,王寶強再度赴泰國拍戲這次他出演的是陳思成自編制度的喜劇電影《唐人街探望》 陳思成表白說 唐人街探望是他寫給好兄弟王寶強的一封情書 但這封情書可不好收 王寶強透露 為了不負這封情書 自己敲掉了一火牙 相承了陳思成要求的大金牙 王寶強收情書掉了火牙電影《唐人街探望》 講述了王寶強飾演的唐人和他的奇葩答當在泰國無意中被捲入一場謀殺攤 被警察和黑道同時追殺的故事 該片是陳思成 王寶強兄弟倆在士兵拔擊十年後的再次合作 也是陳思成繼北京愛情故事之後的有一部導演作品 陳思成現場表白說 唐人是他為王寶強量身定制的角色 而唐人街探望是他寫給王寶強的一封情書 收了情書的王寶強演起唐人街探望內也相當賣力 骨折過後才四十天就帶著降板進早拍戲 為了更貼合角色不適敲掉自己的一火牙 雙城大金牙 記者前往唐人街探望的曼谷片場探班時發現 片中的角色都垃圾得慘不忍倒 其中有以王寶強為罪 當天 王寶強頂著油膩鞋的爆炸頭 穿著破爛不堪的裝衣服走進片場 搭配著一張又黑又油的臉 和一開口就露出來的大金牙 讓在場媒體嘆為觀止 不過王寶強本人對這個造型卻相當喜歡 他還只著大金牙高數機者 這是如假包換的 我這個大金牙呀 是把自己的牙特意敲掉了 重新弄了個金牙 撲了個戲 少了個牙 被問起徐曾和陳思成 那位導演跟自己合作起來更默契 王寶強嘻嘻地笑著回答 我和陳思成是在士兵拔擊之前就認識的好兄弟 當初看到唐人街探望的劇本時就發覺陳思成更懂我 陳思成則表示 不具今王寶強的前作態景比較 他說 比比更健康嘛 我相信只要是好騙子 一定會被市場接受 目前要做的不是和逼人比 而是認認真真把電影拍好 童麗娥陪拍戲當然內座陳思成的導演身作 老婆童麗娥當然也有出演 童麗娥在唐人街探望女戲份雖然並不吃重 不過她一直在曼谷陪著陳思成拍視 記者探班當天 童麗娥頂著近四十攝氏度的高溫 在曼谷大王江前衛群撩 此原作舞蹈老師,堪稱賢內座 聊起這幾個月在泰國陪老公拍戲的經歷 童麗娥笑著說自己曬黑了 她覺得很幸福 我的戲不多 基本上每天都在酒店 做一份家常菜 給她整理好衣服 童麗娥笑著姐姐說 臉上的表情頗為甜蜜 被問起為什麼會加盟這部電影 童麗娥也坦然是希望能分擔 陳思成的壓力 因為陳思成當導演壓力太大 每天都狂吃 你們看她現在都變得又黑又半了 電影圈的夫妻當並不罕見 像陳凱哥 陳紅就是其中之一 記者問同黎娥會不會效仿陳氏夫婦 做陳思成電影的製片人 她回答說 現階段我就是當好妻子 做好演員的本分就好了 北京神報晚谷特派記者楊廉傑 請多久 請坐 請坐 旁豪